下面我们想请杨先生还有一点时间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香港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看到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在做移民节目的时候 发现这个香港的这个移民潮好像是已经是出现了 就是特别是在国安法落地之后 有一些数据显示有不少的人已经是这个到海外去了 但是呢也看到呢就说有一个分析是觉得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也会影响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爱国主义教育这件事情请杨先生来跟我们做一些分析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香港好像包括地理和生物学在内的各个学科 都必须将国家安全的这个部分包括进来 那么包括幼儿园的孩子都要学习什么是违反国安法的行为 如果有一些老师这个做出一些所谓分享颠覆性思想的话 也可能会被解雇 之前我记得杨先生您是说过的 在香港回归之后 对于香港的教育问题 北京是应该做出检讨的 所以您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的入住 是否为时已晚 因为刚才有网友说这叫亡羊补牢 您怎么看 任何一个殖民地的违规其实当务之急是主线一交其声其架 当务之急是国主任的交易 对 要跟殖民交易要做一个彻底的切断 任何一个 在中国的近世代史上第一次的台湾的光复 蒋介石先生要在台湾成立设计三民主义模范室 他做的一个非常彻底的就是以文政府的教育 不理无分手的 不准用台语 不准用日语 只能用普通话用国语 非常强烈 今天在台湾老一辈的台湾的朋友 应该这个印象是很深刻 今天你知道什么那些许姓良 那些台湾现在民进党很多高层 或者曾经的党外的很多高层 北京话市政僵员比我们还准 这个是当时蒋介石先生 例行的这个严格的语言教育 任何一个殖民地 亡羊补牢不是优衣馆的 这已经晚了 至少晚了两代人 97年出生到现在2000年的两代人 其实已经晚了 这个那么多的中学生 那么多的这个大学生 上街去参加2019年 因为他这只要是动员 就是你那个国足论同教育 就是教育的趋势 其实在问题上 历届的特技政府 历届的港澳办 主要领导的都是要追责 但是他们这些家伙现在还是讲的 英格厌务一点事也没有 他们造成的恶务 是政策造成的恶务 这个东西呢 两代人的代理 任何一个殖民地回归的规律 但是呢 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自己的这么重大的一个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城市的回归 在这方面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我给你讲一个现象 97年 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在香港大球场举行了一场两地的足球比赛 刚开始要升旗 要唱国歌 三万多人的大球场 有一半以上的火忙忙来 不知道奏了什么国歌 是什么歌曲 英语间都听到是英女王 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一首歌 英国的国歌 对 第二年 当奏国歌的时候群体起立 而且所有的人都比大陆的更虔诚的 手放在他的左心中 那个时候的认同度是很高的 嗯 为什么到后来会烧国旗 会懒黑呢 会破国归呢 你以为都是什么敌对势力造成的吗 就是你的特区的教育政策 中国认同教育 几乎空白了 嗯 殖民地时期 英国人还不敢断裂 中国历史教育的问题 结果你特区政府 那里面 你连中国教育 我曾经做过一个访问 2019年 香港大学的新陆校的香港大学的 本地的学生 不知道唐宋元年前是做的 这责任不是孩子 这责任是你 是 是你们这些人 拿着高薪的一点作为都没有 包括董建华 包括梁振宁 包括历任的教育书 这一类的文章 我们自己写过的这首诗 嗯 人为人前 我们懂历史 最终第二个是你自己造成 两代人 回归一代 认同的不是你 你说这是不是效法 这就是效法 这不是亡羊补牢 已经亡了 羊都跑光了 从头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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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得非常粗暴简单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我认为总比不做好 是吧 是的 谢谢 谢谢杨先生 所以杨先生认为 这个已经太晚了 但是最起码做比不做要好 那么这个 那杨先生 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些 教育 我们也说是百年大忌 那么之前呢 这个香港是接受这个 殖民这样的一个教育 然后呢 他们等于说 一直在接受西方的 这样的文化教育的一个城市 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个转变这样的一种 我们说这个怎么想 就是思想上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 您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继续出现一些反弹 有一个人 在他的博客上 提了一个问题 嗯 这香港现在后来就变得非常的安静 没有人在上街了 大家都乖乖的 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 就诚实的政治的情 所有人的安静呢 都富富天天 第一他守法 你不能有个法吗 我就跟着你的法来开始 嗯 第二个呢 这是软抵抗 你认为是软抵抗 消极的东西了 接着呢 就出现很多政治八卦的笑话 跟前苏联解体之前一样 中国大陆现在各种笑话很多 现在好 对领导人有很多什么 很多调侃 很多外号 大陆也很奇怪 威尼雄现在也禁止了 对吧 是 包子啊 这个也在成了屏蔽词 嗯 这本来也应该是个政治松懈 一个政治开放的一个行政 但领导人都会随便被调侃 这说明这个党已经过去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为什么你的领导人 不是成为伟大领袖 大家 看到你听到的名字 和乐泪迎光将军这么一样 这也有其他问题啊 嗯 香港呢就是说 现在你刚才谈到了移民潮 我想移民潮 香港本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 嗯 原住民是不多的 就新建那些小宜村 还有深圳新建 那属于保安的那些老地主 嗯 中国大陆 在近现代史 不断的向外移民 香港是当时最重要的通道 对 包括小留学生 包括迈到美国 南美洲哪里去的租载 嗯 包括呢 在由于战乱和其他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的逃难的难民 基本上都是 香港是主要的出口 所以香港又是中国大陆移民的一个 驿站 嗯 逃难啊 然后到底你歇个脚啊 挣点钱继续的往前逃 所以呢 在中英有关的香港前途问题 谈判的时候 多数的香港人选择留下来 见证这段理事 嗯 看到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希望 是 那个时候的香港人 才开始有香港意识 香港意识不是港独 对 是对各个城市的认同 对 的景色 对 关心社会 关心祖国 那个时候的 接受完整的知名教育的 香港年轻人 他们没有祖国的改变 祖国对他们是陌生的 他们看到台湾海岸 但他联想的是英伦山岛的哪一个地方 所以呢 才会有一批 保调运动 为什么是在殖民地 最核心的部位的 香港的留学生 率先拎包 这个地方是有特殊的家伙情怀 是不是 所以呢 香港这个问题 你刚才谈到了9万亿民 其实现在8万多 嗯 对一个有750万人口的城市 不算数 嗯 但是呢 在80年代中英谈判的时候呢 往外移民的人数 比现在这个很多 大概有三倍左右 那多数人是又回流 你看到共产党还行 改革开放的市场 能挣钱的机会比外面多 很多人呢 就把身份改变了 又回来这里挣钱 但是呢 真的在第二次要走 那是不回来的 是 但是呢 我说了9万多的 不只是个人数 关键的走的都是精英 各行各业的精英 还有他们的香港积累的财富 这每一次的大历史的大变迁 其实是香港财务重新分配的开始 只是这一次来讲呢 更多不是属于经济 而是只为前景看不清楚 没错 甚至开始失望的移民 所以这点呢 对香港来讲 就是一个损失 这个损失 因为经济移民和政治移民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没错 那么比如说最近我一个老朋友 这个亚洲周刊原来副总编辑江逊 前两天刚刚不幸的这个病史 中年70岁 他原来有过心脏变化室 那这次呢 基于他们家所反应的延误了11个小时 主治医生才 才来到他那床前来切诊 他能力都挂掉了 为什么呢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 这个医院 他去的那个医院本身 都不是治心脏变的一个专科 这临床的设备呢 相对也不像其他医院那么齐齐 第二个呢 说明了医生和护士的流失 现象严重 影响到 对 流失的可能是人 流失的可能是专业主义精神 香港这个地方很多东西的流失 或者流失之后 他就再也回过来 这座城市 发展到今天这个田地 很可惜 是的 你还记住香港每天 从中国大陆到香港拿单程证的名额 每天是150名 这里面还有优才 专才 商务人才的进入 现在呢 150名的单程证进来呢 基本上 都不是拥有财富的人 现在住汤屋 农屋 汤黄农屋 很多是这种低收入的人 他们在香港是低收入 在中国大陆可能都有物业 所以呢 对香港这块东西 要研究 不要看到他这六类好像资本主义 水生活了 很复杂 我采访过这些 做过这个纪录片 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不是那么减贵的贫困 就能体现资本 香港呢 是贫富差距的悬殊的世界上的 激励系数是最高的 之一 嗯 香港现在大概有 80多万人 是要领起社会究竟 嗯 这是政府非常重的一批开支 当然 几百个亿 嗯 所以呢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 住房的问题 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 资本主义适度之下的香港 怎么可能一夜时间就解决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移民的问题 其实现在才太大开始 嗯 教育 有你说的这个学校的人 教师的流失 移民的增加 很多孩子现在长不到学校了 没有学校没有老师 国际学校本来它 是有那种债券市场 你多买我这个学校的债券 你就有优先这个 募取国际学校 现在国际学校的声援都有些问题 嗯 对 这座城市本来教育是非常的发达 六所大学 还有那么多众多的国际学校 这座学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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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港这个城市的医疗水平 在亚斗七七也是首屈一指 现在也可能在面对很多 越来越多的不适应 对 所以呢 第一 教育问题 沿路的损失了两代人 第二 人才的流失 财富的流失 也会有个这座城市的长治景 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是香港的这篇文章 现在以后的东西会很复杂 哦 嗯 现在这个所谓的第二管制中心的概念又出来 哦 中年办事会非常活跃 下基层了 谎民问题 啊 哎呦 一感动的时候会流眼泪啊 感觉人民欺苦 终于有人的关怀了 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也开始学 这个假大空的东西也开始出现在市政报告里头 嗯 这些东西黄花菜 但是一国两制结束以后 不能问还没完成 现在签写在纸上 所以 那对我们一点意义也没有 嗯 确实 香港有两个地方很难 新界的地主地 英国人都不敢 基本法就是为了长治解冠权 专门给新界原住民一个地方 嗯 现在要动的东西就是上 中共产党人耐有本事 所以大不了再来一次打火候 你干净就中间一过两次算了 嗯 香港 不只是移民的问题 人才流失的 对 香港问题 才刚刚开始 是的 嗯 确实啊 这个刚才杨先生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不仅仅是这个 走走的人的这个人数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他走了一些精英 而且这个这个像刚才杨先生说到了 97年的时候这个是有人回流的 就是回流的部分还是挺多 但这一次如果他们是属于政治移民的话 那么他们到底是会不会回流 这个回流的几率有多少 这个就 就真的是这个很难讲了 所以呢 也谢谢杨先生来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两个话题 谢谢杨先生辛苦你 谢谢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杨先生等会在他的这个老杨到处说的这个会有直播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一步到这个杨先生的这个他的频道 跟他来这个聊聊天 这个因为杨先生的很多的观点 在我看来我是非常非常受用 就是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 一个是比较深刻 另外一个是有读到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种思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一些认识事件的这样的一些 怎么讲就是信息吧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跟我们留言 继续跟杨先生来互动 感谢杨先生 感谢大家所有在线的网友 我们紧离周点评下周见 好谢谢